其實這兩個什麼差別 其實這裡面的話最大的重點就是說 你這個也是一樣,往下找 找到那個sumif 那sumif它只有一個條件 條件的話是哪個範圍哪個條件 那sumifs的話 就是多一個 就等於是兩個範圍 兩個條件 也就是說你按確定之後 它會問你說你要加總的 這個是確定是要加總的 要加總這個範圍 然後quiteria就是條件 range1指的是 要判斷的那個範圍 就是可能是部門好了 假設部門,部門我一定要是 銷售部的 第二個你要什麼範圍 比如說姓名好了 姓名一定要是無權威 假設有兩個,一個是部門 一個是姓名,或者是說 一個是部門,那一個是什麼 反正就是你第二個條件 它總共有兩個條件 如果這兩個條件都為true的時候 它才幫你加總 ok,所以s這有點像是兩個範圍的判斷 兩個的話,那有沒有第三個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所以這個函數的話按確定 就會去把是銷售部 而且是無權威的那個人的加總 幫你加過來 ok,那這個是三米斧的 這個用法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要學習的不是說 學怎麼背,記起來怎麼用 而是說靈活,像有些函數 基本上我也很少在用 那但是呢,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看它上面有 其實都已經有很多的提示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背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是怎麼用的 那一樣的道理,你制定出來的函數 你也可以遵照這個規則 給其他人使用的時候 他也可以很快的 就知道說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那所以其實很多開發公司 有一群人就專門是寫這個 再給前段的那個工程師 他去呼叫的 他只要把規則制定好 前段的工程師就知道說 要怎麼去呼叫這個函數 得到什麼樣的結果就好了 所以呢,有部分工程師 根本就不需要去知道說這怎麼寫的 那個寫這個事情是另外一群人去寫的 所以就分工嘛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sum ifs 我想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count count count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顧名思義 計算 但是counts還有分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只有統計函數 統計函數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count count count裡面還有什麼? count a count blank 那還有什麼? count if count ifs 有沒有? 也是類似的概念 那counts 是什麼呢? 這邊有說嘛 儲存格 數字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特別關鍵字 就是數字 也就是說它如果不是數字 它就不幫你count 那另外的話呢 另外還有什麼呢? count a count a 顧名思義是什麼? 非空白的 就是說不管它裡面是不是數字 反正都是算 如果說你以後呢 要算有資料的 那就是counts A 沒資料的 那就counts什麼? blank 所以這兩個是一組的 那如果要算 裡面有資料 而且是數字的話 那就counts 那如果是count if 就是說去計算裡面 算裡面 而且有個條件 if 它是什麼樣的 也許是數字 也許是範 也許是什麼 也許是文字 if 那如果counts 那這邊的話 就是多個條件 好不好? 這個地方一樣 跟三米譜很像 那我們先試試看counts 數字有幾個 安全